世界卫生大会22号举行 台湾因为大陆阻挠 未能参加受到国际瞩目 加拿大外交部长方慧兰 日前在国会公开力挺台湾 指出全球健康是全球共同的责任 欢迎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公民 和整体国际社区的参与 方慧兰也是目前世界各国 表态支持台湾的最高层官员 对于加拿大政府的支持 我国驻加拿大代表公中臣表达感谢 同时希望大陆能放下意识形态 给台湾多点尊重 多伦多桥界和台医医生团体 也公开呼吁国际支持台湾参与WHA 加拿大的台湾人 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非常感谢加拿大政府 对我们台湾的支持 跟这个爱护 那爱护我们全球 跟台湾人民的健康 北美台湾商会也同声谴责大陆 阻止台湾参加WHA 使破坏人类的健康医疗体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